就是驚函弱勢的学生 让他们就是透过教育 发生过很多不同的教育 福联会其实在 讲述每个年代就已经 针对我们社会上的一些 比较困困的同学 做一些建筑一直延传到现在 虽然福联会目前 碰到很困难的背景 但是呢一个坚持 希望我们的学生 能够在一个 没有不安定的一个心态之下 他们能够很自在的求学 尤其在求学当中 这些同学 他们本身或许因为家庭经济的问题 可能造就他们心里面上一些卑微 所以福联会每一年 会办理这个 讲述学金的救助 那其实平常是有分宜 上下学期各五千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一年我们今天 总共有24位同学 一万块钱的讲述学金 那希望这一万块钱 虽然不是很大的数字 但是呢 至少对我们一般的家庭 是一个不无小谷 所以我也期盼 福联会跨出这一步的当下 能够让我们社会的很多的一些 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同学的一些 那个善行人士 能够把福联会抛砖预域 让我们的社会会安定 那也因为这些同学 他们平时呢 非常的用功就学 24位同学也是经过我们特联会 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之下 才把他们那个 可以得到这个奖学学金